頭髮捲得好漂亮 你有用過嗎 你去哪裡用的 介紹一下 用來用去到底在用什麼 台灣人的口頭禪 各種動詞 用這個字全都通 姐 你幫我用 我看一次要怎麼用 還有這句 不少人一開口就掛嘴邊 你這個報告真的不行耶 蛤 是怎樣啊 蛤蟆的蛤直接變成疑問句 更有人說是怎樣 一聽果然就是台灣人用語 更怪的還有這個 雖大哥 我們要去太空車站 你抓一下要多少時間 大概抓20分鐘吧 時間不用算的 用抓的 這些口頭禪你我用的習慣 但讓外國人很不明白 你看機車 老闆為什麼他們要用 雞摩托車的方式嘛 別人 你就 不然覺得怪怪的 機車不是用騎的嗎 怎麼變成討人厭的形容詞 其實不只是台灣 對岸用語也很妙 意思是香甜的味道 鋸鋸鋸鋸好吃 不論是食物好吃 電影好看 另外可以用鋸或是賊 來加強語氣 也就是非常的意思 另外整是很好 得勁則是很棒 不管是陌生的還是熟悉的 都叫親親愛的 大陸人喊親 你可別隨便走心 只是為了拉近彼此距離 習以為常的慣用語 換個地方 反而成為特色 界中部綜合報導 每年國家考試 總是吸引大批青年報考 就是希望能夠考上公務人員 因為鐵飯碗的工作穩定 除了固定條心 還有各類福利補助 是不少人心目中理想的工作 但實際情況 可能跟想像中不太一樣 教職的部分是這樣子 很多代理代課老師 他們的薪資就是 從一到中 大概都是一個價錢 根據考試院統計 實際總報考人數從2012年79.5萬人 漸漸減少到2022年降為34萬多人 10年減幅達到了56.12% 也就是只剩下不到一半的考生 想要捧鐵飯碗 我是有去想要去考公務員 就是像剛剛講的鐵飯碗 考上之後你就感覺 做那些工作然後就可以 領那些薪水 新加坡政府的高素質表現 全球各國引以為模範 看看新加坡公務人員 年薪最高兩百萬新幣 換算台幣四千五百多萬 等於一個月三百七十五萬 台灣公務員薪水 就連領最多的總統月薪 五十一萬台幣 竟然差了七點三倍 人類銀行分析 除了少此話之外 關鍵在於 沒人愛一成不變的工作型態 八九年級生來講話 他們可能覺得說 有時候工作太穩定了 並不是他們剛出社會時候 想要接觸的這種工作模式 新加坡公務人員退休金 全部來自於公務員 每個月上繳的中央公基金 也就是說公務員自己養自己 但台灣公務員 由國家養大不同 看樣子鐵飯碗的確 越來越不吃香 記者王志文 王毅仲 台北報導 在馬路上晃來晃去直立飄浮還會轉彎的雨壓飄 歷經三天破案了 應該是從家裡就先灌好了以後再拿回來 不是空拍機 更不是怪力亂神 監視其拍下 當天晚上住在附近的中性男子 出現在路邊 還抱著雨衣假人 他聲稱一切都是為了好玩 路口被風箏線纏繞的塑膠袋就是證據 原來過去他以類似手法 將塑膠袋灌入氫氣 綁線多次測試 讓孩子把玩 這回改用雨衣 將手 腰部 黏上雙面膠 再管氫氣 字意放飛 漂浮搞鬼 嫌犯就住在附近 父親第一時間不知兒子闖出大禍 還向記者聲稱 家中監視其硬碟無法讀取 沒想到事隔三天被打臉 而親戚一般人難以取得 原來中性男子職業是工人 家中存有親戚鋼瓶 但親戚灌氣球 預熱可能引發爆炸 所以一般氣球灌的 其實是海氣 對於親戚的來源 嫌疑人兼顧吐司 我們還持續在追查當中 網路上流傳影片 甚至流出了監視器畫面 是否是中性男子刻意PO網 警方還要確認 造成了恐慌 違反社違法 最終三萬罰還 與異怪談 最終回歸科學理性 不是鬼嚇人 而是人嚇人 記者陳盛委 王俊傑烏彭心 彰化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式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式新聞 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